一家人因为一次意外 以为世界发生了核战争 于是躲进地下避难室 这一躲就是35年 那时的世界正处于冷战 美苏之间剑拔弩张 两国之间的核武器竞争愈演愈烈 事件危机崩于闲上 卡文是一位很有创造力的科学家 没事的时候就喜欢发明一些奇怪的东西 正是因为当时正处于冷战时期 有一次一架战斗机坠毁在了卡文家 这让卡文误以为世界已经爆发了核战争 这时的他带着妻子 逃入此前早就建好的地下室避难 并打算就此封闭地下室 等到核辐射完全消失后再出去 刚开始的时候难以适应 但是毕竟是为了保命 也只能待在这儿了 不过这里面虽然是地下室 设备还是很齐全的 不仅能充当避难所 同时也能够满足正常的生活需求 两人就这样在地下安居 过上了与世隔绝的生活 包括他们的孩子亚当 从一出生起就一直生活在地下里 亚当从小就一直待在地下室里 他所学习的一切都是源于父母 母亲教会他生活常识 父亲则教给他一些科研知识 以及身为一名男子汉 应该具备的一些特质 每年亚当过生日的时候 卡文夫妇都会精心给他准备礼物 虽然生活的世界很小 可一家三口的日子过得还算安稳 随着时间的流逝 卡文夫妇开始慢慢变老 而亚当的年龄也越来越大 为儿子准备的生日礼物 能送的都已经送出去了 这时的亚当步入了青年期 也希望能够找一个自己的女朋友 这一下可让卡文夫妇头疼了 只能无奈地哭笑 后来有天晚上 他们突然听到大门打开的声音 在前去查看大门的时候 发现时间已经过了35年 门自动打开了 老卡文为了谨慎起见 还是决定上去查看一下情况 他穿上了专门的防护服去到地面 而那时他们家的位置已经变成了一座酒吧 老花眼的卡文把酒吧里的疯狂景象 看成了人们都被核辐射侵蚀 而发生了变异 因此告诉家人 还是继续待在地下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老卡文却突发了心脏病 母亲不得不叫亚当上去购买药品 而也正是这次契机 让从未见过外面世界的亚当 第一次踏上了地面 亚当从刚出生那一刻起 就一直生活在避难所 没有见过天空草地 也没有见过高楼公路 这一次来到外面的世界时 他发现外面 并不像父亲所说的那样可怕 而是喧闹的城市风景 和形形色色的人们 来到店里的亚当发现 这个时代的物价实在太过昂贵 他贷的钱根本就不够用来买药 此时的他拿出了父亲给他的珍藏棒球卡片 拿去兑换了500美金 而旁边的女服务员却告诉亚当 这些卡片一张就可以兑换6000美金 而正因为如此 女孩被老板开除了 这时的亚当 似乎都忘了父亲患病的事 他对女孩夏娃一见钟情 还拿出棒球卡 希望夏娃能带她到宾馆去 夏娃很爽快地就答应了 人生第一次住宾馆的亚当 拉开窗帘时发现 自己竟然在18楼 直接吓了一个哆嗦 在第二天 夏娃良心上有些过意不去 他找到亚当 并把棒球卡还给了他 夏娃的这个举动 让亚当更喜欢他了 他希望夏娃能够帮自己找份工作 还让他帮忙 卖掉自己手中的棒球卡片 很快他们通过这些卡片 赚到了许多钱 于是亚当开始了大采购 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加起来装满了一整辆卡车 让人在长期的相处中 夏娃也发现了亚当的魅力 当他带亚当去酒吧帮他找女朋友的时候 他发现亚当真的很讨女孩喜欢 总是能和别人相谈甚欢 看到了这一切的夏娃 心里开始有些吃醋了 为了故意去气亚当 还故意找别的男生一起喝酒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亚当也终于向夏娃坦白 自己过去一直都是住在地下的 他希望夏娃能够跟自己一起回去 一时间无法接受这一事实的夏娃 把亚当赶出了门 后来当亚当再次来到夏娃家中的时候 发现夏娃带着调查人员 想要查清她的身份 惊奇之下 亚当只能匆忙逃回家中 但是即便如此 他还是给夏娃留了一些棒球卡片 看到这一切后的夏娃开始后悔了 本以为两人再也见不到了 没想到几天后 夏娃在回家的路上再一次看到了亚当 这一次他没有犹豫 而是直奔向前和亚当永本在了一起 两人之间的爱情之花终于绽放 亚当也借此机会 带着夏娃来到地下的家中见了父母 此时的父母终于得知了外界的真相 亚当也开始劝说父母 一起重新回到地面上生活 重回地面的一家人 还收到了一个大惊喜 父亲35年前买的股票 现在居然价值数千万美元 就这样他们重建了房子 在地下度过30多年后 终于又一次重新回到地面上 开启了全新的生活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